牛牛音乐娱乐带来生活乐趣多 要想成为演员特别是出名的演员 除了需要靠自己的天分和才艺能力 就得靠机遇了 所谓机遇就是遇到好导演或好制片人的提携 遇到好剧本好角色让你演 也有人相信机遇是靠自己把握的 要想成为演员 即以演员身份踏入演艺圈 大概有如下七条主要的途径 第一条路科班出身 这条路是一般人会想到的 最普通的路 读电影戏剧学院或演艺学校 当然这也是一条最耗费钱财和时间精力的路 因为一般在这些院校需要读上很多年 交很多学费 最早 这些学校的毕业生 是有机会被分配到与表演有关的电影制片场 话剧团等单位工作的 后来没有分配制了 一般的导演还是有可能会经常到这些院校来物色角色的 这条路在内地来说 也可以认为是成为演员的基础之路之一 走这条路成功的代表人物也有很多 如巩俐 张子怡 范冰冰 赵薇 姜文 黄晓明 陆毅 胡军 刘烨等等等等 第二条路 敦群演 在电影制片场门口或影视拍摄基地等角色 这条路成功的代表就是王宝强等 有时恰巧是最重要的 所谓恰巧 就是等啊等 恰巧等到明导找演员 恰巧明导认为你非常适合演某角色 如恰巧冯小刚要拍天下无贼 有傻根一角 看到王宝强 觉得傻根就是他了 于是王宝强也顺理上了 成功了 第三条路 选秀 参加剧组选秀 电视选秀是现在很实心的活动 从歌坛到主持界到影视圈 这样的活动曾经可谓如火如荼 走这条路当然也不易 毕竟一个角色只有一个人演 而报名参加者那一般是相当的多啊 当然很多剧组选演员不见得都安排电视转播 剧组安排的面试也可以看作是内部选秀 你需要多了解些招聘信息 然后去面试 不过有些影视招聘信息可能是骗人的 你需要了解清楚 免得上当受骗 多认识一些演艺经纪人是很好的 但要注意经纪人没有最终决定演员的权利 和个体经纪人之间若签协议 最好签没有独家人身约束力的 如果你是新人 若你不熟悉的经纪人 声称可把你推荐给大导演当主角 你需要考察验证一下是否是真的 小心上当 当然凡事也没有绝对 经纪人有两类 预用的和非预用的 预用的就是你请的专门帮你打理演艺事物的人 若请一个自己放心而有能力的预用经纪人 那是非常明智之举 非预用的经纪人 他他一般可能带着很多职业与非职业演员的 但是他们有时也能帮到你 舍不得给经纪人提成的人 只想凭自己单打独斗 很难进入演艺圈 也很难在圈中立足的 要想做演员 面试肯定是免不了的 据说当年拍《红高粱》 张艺谋面试很多人之后 在女主角用时可还是用巩俐的问题上犹豫 最后支硬币决定用巩俐 所以有个女演员叫时可大家大概就不怎么熟悉了 而巩俐则是国际级巨星 第四条路签约影视公司 卖身影视公司或影视经纪公司 就是和影视公司或经纪公司签下几年期的合约 然后公司帮你安排角色或联系剧组等 签约期内你想离开这公司 就得赎身交违约金了 一般的说俊男靓女才有机会走这条路 因为一般的公司都只会选俊男靓女 如果签了家负责任有干财的公司 你又有出色的才艺能力 加上好运气 你是有机会立足演绎娱乐圈 并成大腕的 如果签了家不负责任的公司 你运气又欠家 那么不要说你没能力 你有能力也埋没了 另外选择这条路 你就不要太在意公司 也是要从你身上挣钱的 但只要建立在双赢的基础上就是合理的 双方都不要对分成太贪心就更好了 这条路也常常纠纷平起 你需要多懂点法律 比如黄胜一签周星驰的公司 功夫之后 火了 就和周星驰公司闹解约纠纷了 当然也可以和经纪公司 只签没独家限制人身自由的委托代理合同 这也要看那些公司是否愿意 以及签了约之后能否帮到你 有时有些公司会让你从拍广告或MV主角开始 这也是很好的开始 郭富城当年就是从拍广告开始引起圈里人注意而慢慢走红的 第五条路 歌手转型 第五条路 这是一条有点弯曲 但属于居高临下的路 最聪明最有才艺的人 才懂才会才能走这条路 这条路就是先成为成功的歌手 再唱而优则演 你想如果成为著名歌手 那么演戏还在话下吗 而且一般一出演就会是重要角色了 大多数港台著名的歌星 如周杰伦 王力宏 刘若英 苏友鹏 吴奇隆 吴尊 刘德华 张学友 谢霆锋 王飞 陈奕迅 黎明 王兴灵等等等等 往往都演戏 现在内地 也有越来越多的歌手参与影视剧拍摄了 如李宇春 何杰 纳英 井岗山 蔡国庆 袁林典 主唱周晓鸥等等 而且内地更多歌手参演影视剧也将成为大势所趋 因为歌手的才艺及名气是吸引导演制片人们的重要原因 而 前面说过演戏无需刻意学上多少年 特别是文戏 只要有天分又谦虚好学并努力认真 能按导演的要求做 一般就行 能成为歌星的人 才艺可见也是不一般的 你看港台的大多歌星他们的演技多了得啊 相反演而优则唱 并唱的成功 相对还要较难些 因为要做成功的歌手 其实是需要修炼的 除了从歌手比较容易有机会出演影视剧 有时模特也容易 如胡冰 胡冬 曲颖 余娜等 第六条路成为网红 通过网络等媒体用各种方式捧红自己 说不定有一天也能走进演艺圈 类似芙蓉姐 Hold住姐一类的网红类人物 除如如上的明确之路以外 还有完全没走什么路就成了演员 进了演艺圈成为明星的 即天上有时确实可能也会掉馅饼的 据说曾经大红大紫的F4 都是从街上被请进流星花园剧组的走进演艺圈 有时就这么容易 但是 你可别总巴望星探会出现在你的身边 主动领你踏进演艺圈 登上星光灿烂的大道啊 这笔中题材大乐透头奖可能性还小吧 第七条路通过关系 结交导演和某些制片人之路 这条路当然有可能是充满潜规则的 不过也不是一切都靠潜规则 有成龙谢贤葛存壮这样的老爸 那么房祖名谢霆锋葛优 进演艺圈还需走什么路吗 这也说明进演艺圈 有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以上所说几条 以演员身份进入演艺圈的成功之路 有些人没运气又不去勇敢尝试 可能永远也进不去 有些人没实力进去了 也得退出来 有些人可能需要走好几条不同的路 才能进去 一般的说在演艺圈成功需要聪明 悟性 诚恳 努力加好运气 牛牛音乐娱乐 欢迎订阅点赞和发表评论